吉安乡公所响应慈祭的蔬食日 在代表会开议的第一天 串联周边的机关一起来享用蔬食 同时乡长游淑珍也针对过去半年的 施政内容做会诊报告 强调多元的建设起步向前 打造缤纷幸福的大吉安 吉安乡民代表会第21届第三次定期大会 5月19号开议 首先由乡长游淑珍进行施政报告 游淑珍表示 过去半年公所团队执行各项建设计划 及乡长发展面向都尽全力来冲刺 要让乡亲有感及安的幸福 但是109年我相信 我们的重点规划会在整个路平 以及生活的一个创意的生活圈里面 来作为一个服务的重点需求 当然民生的问题在我们慈云山的整个 纳谷塔的塔位不足 以及整个连外交通建设的 这样的一个老旧 都是我们在一次 在今年必须要沉在一起的一个建设 那当然在我们客庄的部分 也精简的这样的一个 维持我们的活动的运行 但是我们也争取了非常多的一个计划经费 尤其是我们要跟社区学校共融的 3333万的一个预算 和我们未来这个客家庄第二期的一个改善设备 也都会来精进 那在原住民的区块里面 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今年 再度预注我们南华部落聚会所 以及我们纳豆兰部落聚会所的一些建设跟建构的一个完整性 这些一一的我们想达到了一部落一特色一聚会所精进到一个文件站来作为努力 所以在这里我们相信要做的这个设政的一个氛围非常的多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开启健康快乐的 缤纷吉安在议文的部分 我们一直从来没有停止过努力 而响应辞季苏十日 在乡长施政报告台上摆满了吉安在地小农种植的蔬果 乡长游淑珍表示 除了响应健康环保 也希望可以照顾在地的弱势小农 吉安乡民代表会定期大会会期总计有12天 除了乡长施政报告 各科室主管报告 接下来就是乡民代表的总执询 以及审议公所提案 透过代表会及乡公所的交流沟通 继续要完成建设吉安的重要工作 这旅会接下来报道